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致推代孙文出任领袖 然而 两湖和两广的固有矛盾迅速表面化 体现为沿海革命和内地革命之争 孙文最后率领他的班底经营南洋 宋教人的中部同盟会实际上继承了华兴会的一波 从孙文的角度看 东京总部等于被篡位者占领了 宋教人在此期间主持《民报》 理论上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以渔夫的笔名著称 他私下表示 孙文没有资格做真正的革命领袖二 但也没有其他更加胜任的角色出现 无论如何 现在的问题是首先确定未来的体制 也就是说 他觉得革命还是遥远的未来 没有必要争夺上位到手的猎物 他研究的结果是 责任内格制最优越 因为总统多多少少是国家的象征 不能轻易动摇国本 因此灵活性不足三 他到处宣传自己的心得 因此得到了议会迷的绰号 1907年 不可思议的命运将宋教人 吴璐珍和伊藤伯文 慈禧太后袁世凯连接在一起 见到问题四开始发酵 对大清和日本两国适应国际体系的能力 提出了挑战 明代朝鲜的北部边界并不确定 明太祖一度坚持在屠门江南岸设立位所 但在亲明的豊朝建立以后 明军逐渐撤出了屠门江流域 明朝中叶 豊朝和屠门江下游的女真部落多次交手 然而屠门江上游各支流的天然条件过于恶劣 甚至连地图都没有绘制 清朝用武力将明朝逐出东北 同时强迫朝鲜和屠门江流域各部落臣服 在此后的长期和平中 朝鲜的开垦区不断向上游延伸 结果引起了新的边界问题 哪一条滞流才是屠门江主干可以构成化界的依据 同志年间 朝鲜灾民自发迁移到江北求生 大清准许他们 租用今天延吉一带的土地 韩国改良派和今日派 这两者在当时几乎是一回事 组织一进会武的势力随之渗入 甲午战争后 大清承认韩国独立 两国都承认鸭鲁江和屠门江 韩国有时称为斗满江构成共同的边界 但屠门江发源地问题仍然含混不清 日本驻韩统间 前首相伊藤派摘藤大佐勘界 然后根据他绘制的地图完善沿边哨所 引起了清政府的愤怒 因为斋藤地图的干流和北京朝廷理解的干流不一致 最大的争议出在沿边的嘉江滩地 日本人称之为尖岛 顾名思义 江水在这里分为两支 然后在下游重新汇合 两条支流之间留下了一块可耕地 被朝鲜移民占据 这些人是不是租地者 取决于两条支流 哪一条是干流 朝鲜统监府有能力强占该地 但东京内阁要求他们根据国际法解决问题 清政府虽然无力反抗 但仍然有机会援引历史权力 这时 清廷刚刚在东北建上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派军事参议吴璐珍 调查图门江上游的历史与地理渊源 撰写了著名的严级编误报告 报告证明朝廷早已根据征服者权力 占领了这块地区 而且施衣水比其他支流更有资格称为主干 不过也包括一些当时常见的夸张修辞 例如宣称 贪地足以平定满含 卧东亚支持权 即使骗马恶手滇葬要道的学说 也不可能更荒谬了六 这些夸张的目的都是 要吸引舆论的支持 给争议地区赋予原本并不存在的重要价值 宋教人当时正好在东北考察 大概怀有图谋不轨的目的 用送链的笔名撰写了监导问题 响应他的朋友 秉着同样夸张的精神宣称 监导者 介于中 日 俄三国势力圈之间 与东亚政局之关系 甚为深切重要 东京政府 根据十九世纪的外交传统 承认征服者权力高于住民自绝权 因此 监导属于中国 当地朝鲜人应该规划为大清子民 这项决定引起了长白商会的愤怒 后来构成了韩国民族主义的源头之一 根据他们的历史版本 两大帝国思乡授授 本应属于住民的权力 卑鄙的程度 有甚于得奥俄三国 瓜分波澜 宋教人的急救章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 出现在慈禧太后的眼前 老人积节称赞 责备外务部 为什么没有启用如此人才 外务部上书 正是袁世凯本人机智的奉纸锋 送练四品经堂 这样一来 万一反贼顾忌重演 大臣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 他们不知道这两个名字 属于同一个人 不用说 宋教人没有进京就职 袁世凯肯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因为他是徐世昌的举荐人 还把两千元酬金送到东京 这一回 宋教人倒是没有拒绝 因为革命的对象只限于满猛 他没有理由反对袁世凯 正如没有理由反对 同样出示清朝的老朋友吴鲁真 辛亥革命期间 宋教人起草了两部 具有基本法模型性质的法律 恶洲约法 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 这两部基本法的共同特点是 超级国会制 最大限度地限制了 行政首脑的否决权 事实上 仅仅附属的条件 就足以保证行政首脑 根本不敢尝试反对议会 他与其利用这些纯属陷阱的所谓特权 不如直接发动政变更为省力 财政特权完全交给了国会 似乎预设了某种小型的有产者选举团 如果突然实施普选 无异于打开了和平常入社会主义的无限诱惑 如果国会变成纳税阶级的天敌 宪法的意义就会完全丧失 李文宏之所以接受这样的约法 因为他迫切需要合法性的象征 而且对省议会的保守性格很有把握 孙文之所以接受这样的组织法 是因为他早已准备在制定约法的时候另起炉灶 而且很快就做到了这一点 宋教人的声誉之所以没有受到损害 是因为相对于后来的无法无天 即使缺点很明显的基本法 都显得极其文明和可敬了 在这个短暂的天真时代 很多人都相信事在人为 在这些人当中 宋教人就是最乐观和积极的角色 南北和谈 他是最积极的推动者 国民党成立 他是真正的组织者 就国会选举时 他真心相信大有可为 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诗 日出雪灯滑 山枯林夜空 徐寻区区静 静上最高峰 村室陈云底 将翻走树中 海门朝郑勇 我御挽强攻 其从当时的情势推断 他的梦想几乎肯定会破灭 袁世凯虽然照他入京 却不大可能同意 政党内阁的主张 国民党的国会优势 并不是绝对的 而且内部派系众多 不足以给他提供稳定的支持 袁世凯很可能提出 组织多党派的人才内阁 另外委任他一个要职 或是支持他阻隔 但要求他安插一些自己人 如果他拒绝这些条件 他的内阁大概会是短命而动荡的 在他最初的声誉流逝以后 内阁仍然会以改头换面的方式 回到袁世凯希望的两种状态 然而即使如此 宪法的粗略框架仍然能够维持 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 某种类似拉美或泰国的历史路线 议会政体和威权政体交替统治 但双方都不敢公然撕破文明和限制的面纱 足以排除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 从这种意义上讲 他的遇刺对中国的影响 非常接近于萨拉热窝刺杀案 对救欧洲的影响 只是层次更低 范围更小 死者本人也许并不重要 但他象征了更加文明的旧世界 和本来可能实现的更好未来 堕落为暴徒和蛮族的墨逸 虽然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仍然会因此为自己的世界而羞愧 注释 一无路真 1880-1911 湖北云梦人 1896年入湖北新军 功成营当兵 后考入湖北武备学堂 1898年 北张之洞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 学习陆军骑兵科深造 结识了张绍增 蓝天卫 刘日时加入星众会 1901年冬毕业 回国后任武昌武浦通学堂教习 会办 1903年 应黄兴邀请前往长沙与黄兴 宋教人 陈天华等在湖南发起组织华兴会 筹划湖南独立 此时 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 编练新军 急需用人 吴陆珍被在日本士官学校的 好友梁碧 举荐获准 武北上就职 类官至陆军邪都统 1910年 吴陆珍用同盟会提供的 巨款活动 一框成功 谋得驻扎保定的 新军第六镇统治之职 武昌起义后 截流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 并电奏清廷 要求停止进攻汉口 清廷不敢贸然将其撤换 授予处理 山西巡抚 以冷落 山西革命后 清廷调 吴陆珍帅第六镇 前往镇压 吴陆珍与严西山 相约组建燕进联军 共逃北京 11月7日遇刺身亡 计划流产 二宋教人在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里 批评孙文肃日不能开诚不公 虚心忐怀以待人 做事尽于专制跋扈 1908年11月23日 宋说像孙艺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 中国革命要达目的 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相信 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 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人的秘密档案 1910年12月 宋对日本有人串户真左述说 孙艺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 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31911年12月26日 孙文 黄兴 陈其美 宋教人等人在上海会商政府组织方案 宋教人的内阁制与孙文的总统制引发争执 宋教人认为 无人则主张内阁制 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 改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 总统不善则无数变异之 如必欲变异之 必至动摇国本 此无人所以不取总统制 而取内阁制也 孙文则主张 无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 而附设防治之法度 四间岛十日韩队 屠门江以北 海澜江以南的沿边地区的称呼 包括严吉 汪清 河龙 浑春四县市 满洲国曾在这一地区设立尖岛省 省会是龙井 1909年9月4日青日 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 图门将中韩借务条款 韩国方面又称尖岛协约 确定尖岛为清朝领土 五大韩帝国时期的 亲日社会团体 活跃于1904年到1910年 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团体 六片马镇 是云南卢水县下属的一个镇 西 南 北三面 与缅甸克亲邦接壤 其1913年2月 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宋教人成为祖阁呼声最高的人 在正式国会开会前夕 宋教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和友人兴致勃勃地攀登浙江 杭州南高峰 写下这首五言律诗 以登南高峰为题载于 1913年3月2日的《民力报》 是宋教人平生留下的最后一首诗作 3月20日 他在上海遇刺 22日不止身亡 欢迎您的点赞 订阅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